3月4日,社交平台被一则噩耗刷屏,一位名叫黎登的博主在凌晨发送完遗书后,选择在夜深人静的时刻,跳楼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,遗书开篇就写到了他自己的困扰, 其实从前两年,父母开始让我相亲开始,我就觉得没有自由了,博主因为痴迷网络世界,与父母期望的结婚生子规划大乡净庭,就埋下了矛盾的种子,在遗书中可以窥见游戏世界对他的重要性,他表示,这两年一直觉得自己的人生没有意义没有希望,幸运的是,我有一群很好的网友,我至少在网上过得很开心,去世的消息传出后,网友纷纷祝愿他,可以在那个平静的世界里, 做一个自由自在的人,原以为事情发展到这里就结束了,可没想到,这位博主去世,竟然还牵连到了肖战,原来,这位博主曾经因为R27事件,发表过一些对于肖战的不喜欢的言论,在他去世后,这些言论被肖战的粉丝发出来鞭尸,大批肖战粉丝开始发表一些阴阳怪气的言论,认为这位博主的去世,并没有什么好惋惜的,甚至还有些开心,言论之激烈让人寒心不已, 虽然生前,这位博主的言论可能也不妥,但是事者为大,每个人的生命都是值得尊敬的,这样的言论难免会有些过激,舆论愈演愈烈,肖战再一次因为粉丝的行为,而无辜被牵连,成为热议的对象,前不久,肖战刚刚发文,对R27事件道歉,并引导粉丝积极向上的上网,没想到,又出了这档子事,肖战,博主去世,死亡原因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